说点我最近发生的事 虽然说生活还是照常过 但是我感觉我心理上发生了一些改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看庄子的原因 我感觉我好像对自己没有那么苛责了 我以前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跟焦虑待在一起的人 就但凡问题一出现 我的脑子里面立马反应就是赶快解决 我甚至会提前想出好几步 第二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什么 而且会想预案 就万一要这步行不通 我的plan b是什么 就是满脑子一堆的解决方案 但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可能就是因为你太擅长解决问题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身边总是会冒出特别特别多问题 而且都等着你来解决 我们就跟打地鼠一样 就这边刚灭湖 那边又起来 我曾经跟我的心理学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 他说是因为我无法接受那个负面的情绪 更本质的说 是因为我无法接受一个无价值的自己 我们对自己其实挺狠的 我们希望自己是好的 不允许自己松 特别是像我这种之前很要强的人来讲 绝对没有办法允许自己软弱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看不起那个软弱的自己 于是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世界 对我们不是那么友好的时候 我们本能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 好 那我要证明给你看 然后就硬碰硬 这两败俱伤 包括在亲密关系里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遇到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失望 或者很悲伤的人 我们本能的也会反映说 好啊 那我走好了 你不欣赏我的好 自然会有别人欣赏的 别怕 别哭 别怂 我有我的独立人格 我有我要走的路 你看是不是很多视频都在教我们这样做 可是那一刻我真的就是怂啊 我真的就悲伤啊 我真的就想哭啊 还记得我们说庄子之北游里说的那句话 悲伤和快乐 这些情绪的到来是我不能阻挡的 他们的离开我也不能制止 所以人为的摁下那个悲伤 它就好像是把情绪的垃圾扫进了地毯里一样 你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不在了 但有一天你掀开那个地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已经发霉了 甚至可能恶臭不堪了 所以怎么办呢 悲伤就好好悲伤 告诉自己 你想要悲伤多久 我就陪你多久 而且我知道你会来也会走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一刻你不再那么跟自己较劲了 你可以松弛下来 甚至瘫下来 给自己一点耐心 好好地跟那个无价值的自己待在一起 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觉得蛮圆满的 悲伤过去了 我们又重新回到平静 过几天 悲伤又来了 好死不死 你会觉得 我不是才悲伤过吗 我甚至为他参加了那么多的课程 就是为了处理我的负面情绪 他怎么又来了 然后那一刻你就会对自己生起一种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感觉 可是你看庄子之北游里面的那个上下文 快乐都还没结束 悲伤又接着出现 悲哀啊 我们就是他们寄居的旅舍罢了 所以悲伤是不可能清理完的 我们可能会为不同的事情悲伤 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也许还会为一件事情反复悲伤 再放大一点尺度看 其实不只是悲伤 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 终其一生 我们都是不可能清理完的 它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一条跟着我们生命行走的抛物线 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感受的游戏 我以前觉得那就多给自己一点耐心 当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停一停 去好好地跟这个负面情绪待在一起 但是当我看完了庄子之后 我感觉我有了一个新的礼物 就是即便那个负面情绪走了 有一天他们还会再来 而当他们再来的时候 你同样也需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 其实我觉得说的容易 做到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人本能地就会去抗拒痛苦 我当时在想说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不苦呢 那我们就去修吧 道家的无为 佛家的空 修行人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了呢 后来我跟一些师傅聊天 他们告诉我 不是的 他们也有情绪 他们也有喜怒哀乐 他们告诉我 我们其实要破的 不是苦 而是不执着 不执着于情绪的来去 不执着于苦或者乐 那天有个师傅跟我讲了一段话 简直对我是醍醐灌顶 他知道我最近在讲道家的无为 讲庄子 他告诉我 其实无为不适合所有人 如果我们把人生比喻成爬楼的话 比如说无为在四楼好了 但对于正要从一楼到二楼 或者说人生正处在一种沮丧灰心的状态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听的其实不是道上的无为 我们应该学的是更多的有为法 让自己去做一些更积极的更向上的这些事情 而等到那个状态走出来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正准备从三楼到四楼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明白 为什么要无为 无为的力量在哪里 当时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突然间好像又有了一个新的礼物 我们说多给自己一点耐心 其实第一层境界就是当负面情绪来了 比如说悲伤好了 悲伤来的时候 那我就好好悲伤 而第二层境界就是 当我们看到悲伤又来的时候 我们了解到原来这就是一个情绪的循环 我们依然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 让自己继续好好悲伤 而第三层境界就是 我们要清晰地看到 我们的人生其实每一个阶段 都有每一个阶段的启示 如果人生真的是在爬楼的话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知道 四楼的终极答案是什么 而是给自己足够的耐心 陪着自己从一楼到二楼 二楼到三楼走完整个过程 因为它就是一个体验 人生是没有办法跳极的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人生才精彩啊 18岁又18岁的无畏生猛 80岁又80岁的云淡风轻 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去体验好的 或者快乐的 而是给自己多一点耐心 去充分感受人生旅途中的千般滋味 去感受那一路泥泞 一路折 一路繁花 一路鸽 就祝福了 祝福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